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真爱QMA光临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则侯时要注意的重要特质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 触电的化学反应 一段音乐过后就来听听光临老师的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光临 我们在谈说 如果你今天要择偶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哪些好的特质 例如说第一个最重要的 只要它愿意不断的成长 它愿意尾身在个人成长上面 那它的生命就是可以不断的改变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特质 那第二个呢 它是情感能够敞开 它能够知道自己的感觉 还能够跟你表达它的感觉 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个呢 是它有好的自我形象 就是它看待自己是好的眼光 当它有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 它才有办法用这个形象来看待你 看待自己 看待你们的互动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说 什么叫做有触电的感觉 你可能会问一个人说 你对那个某某某有没有好感 甚至听众朋友可能光听我们的声音 他就可以判断 我对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好感的感觉 那好感比较就是单方面的 你对它的比较是外在的特质 比较是对它的一些外在的东西 就是第一个印象的判断 你就是喜欢 浅度的好感的意思就是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很有感觉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就想多看它几眼 浅度好感就已经很有感觉了 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你去某个社团 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想看一眼 再看两眼 再看三眼 再看四眼 你就会一直想要再看它 那个叫做浅度的好感 那什么叫深度的好感呢 深度好感就是 纵使你眼睛没有看到它 你就开始想它 晚上想它 早上想它 很想再见到它 也就是它的影像已经绕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常常会想它 那你可能你对这个人已经就是 进到比较深的好感的里面 因为有些人可能 今天看到它过了 它就离开你的生活就不见了 浅度好感会进到深入的好感 我发现很多的男生 也其实不只男生 男生女生 他会一直掉在这个好感的里面 不断的掉在这个好感的里面 然后就觉得 哇我好喜欢他 哇我好欣赏他 然后他就开始想象这个人的个性 想象这个人特质 然后就会以为这个人 应该是他脑袋想象那种个性特质 然后就会觉得 好迷恋他 那事实上他们 通常这样的男生女生 是落在一个叫做迷恋的里面 有一句话形容迷恋是说 迷恋是智恋的延伸 他对对方的想象 是从他自己的喜好来的 他会觉得这种头发的人 这种眼睛的人 这种穿衣服风格的人 那应该他的个性是什么 但事实上 可能对方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深度的好感里面 或我们叫做迷恋的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 往前快步 去跟他认识 去跟他当朋友 去跟他多一点的 沟通啊聊天啊 你才有办法进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喜欢 因为很多人会很害怕 会很担心 会觉得 哎呀我去认识对方 对方会不会喜欢我 有时候我们真的想太多了 鼓起勇气来 要跟对方呢 有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认识 一方面也是自我揭露嘛 是不是因为我们也要让对方认识我们 才能够进入到喜欢 那进入到喜欢的话 在喜欢的阶段里面 其实有哪些的功课是需要去做的 喜欢的部分是因为你真的去跟他互动了吗 因为开始认识对方里面的个性特质 讲话的样子 他的兴趣是好 等等等等 有很多东西 你越来越认识他之后 你开始就会用另外一个字叫做喜欢 从外在慢慢的往里面 你会说得出来说 我喜欢他很机灵 我很欣赏他公义正直 你就真的认识他里面是谁 不再只是外表 那你慢慢就会从浅度的喜欢 进到深度的喜欢 有浅进到深度的喜欢 最核心的就是刚刚天讲的自我揭露 那自我揭露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面对你喜欢的人 你就会觉得说 我讲一个这个想法 例如说我喜欢看海绵宝宝 他能够接受我喜欢海绵宝宝吗 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幼稚 跟他说我喜欢看一个搞笑的电影 他能够接受他看起来好有气质 他会不会讨厌我喜欢看搞笑的电影 真的很多人就不敢说 真的很多人碰到这样的状况 那当你一说出来的时候 对方觉得原来你喜欢看 那我哪里好看呢 还跟你分享 虽然他可能没有看 但是他很尊重你 他也觉得你喜欢搞笑类 我喜欢武艺类 我们可以多一点分享 你就觉得安全 居然我被接纳了 OK你就会讲更多 然后对方你会发现说 当对方也愿意跟你讲他的事情 如果你是能够接纳对方的 对方也会愿意越来越自我揭露 然后你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叫做彼此信任 你们的关系就越来越深 就进到深度的喜欢 然后会吵着下一个阶段发展 下一个阶段其实就是爱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个才叫做真正的fall in love 就很多的时候太早呢 我们都在激情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fall in love了 其实真的是要跨进去了 才会知道说 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深有浅的 一路从浅进去到深度的好感 深度的喜欢最后才会进入到爱情的当中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指标可以给听众朋友 因为我常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就说我对啊我喜欢他啊 难道我们这个不是喜欢吗 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 请问一下 你最不喜欢他的缺点是什么 你最没有办法忍受他的特质是什么 如果你还讲不出你他的缺点跟特质 你真的觉得天哪 这个特质太恐怖了 我真的能够接受吗 就是那种你真的很无法接受的特质 你都还搞不清楚 表示你还没有真的很认识他 对因为可能这两个人 都还没有发现过什么冲突的 对通常还没有经过一年 我通常会很小心 不太会用喜欢这个神圣的字眼 我真的想要更多认识他的时候 我才会跟对方表达说 经过这一段时间相处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这个触电的感觉非常的重要 但是怎么样让他继续的深入下去 才更是一个重点 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 触电就是一见钟情 就是当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到底对他有没有化学反应 没有错 很多人的跟我们分享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我们后来也听到一些人说 他刚开始对他好像没有什么feel 没有怦然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 当他们更多跟对方互动 当他们进到友谊的关系 当他们开始培养亲密 进到浅度喜欢 深度喜欢的时候 常常我觉得是女孩子 他就会突然有一个 喜欢的感受 从他里面蹦出来 因为我们刚刚讲 那个激情 化学反应 好像都是比较是外表的 但事实上 不只是外表会怦然 里面也会有内在的怦然 其实我觉得那个内在怦然 不会亚于 这个外在的怦然 我就有个经验 说我之前认识一个女孩子 虽然我后来跟她没有接过 别人跟我介绍她的时候 我都一直觉得 嗯没有 她这个样子 特质应该不是我喜欢 而且确实我好像 没有怦然的感觉 但是有一次 因为我们发生了一个冲突 我们就约了到餐厅里 去深度的沟通聊天之后 哇那一天我就发现 她的里面有美好的 特质在她里面 当她碰到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 她可以很正向的 很正面的去接纳 沟通表达的感受 然后也接纳我的感受 那个里面的美 让我觉得哇 好有感觉哦 其实常常很多女孩子 会欣赏男生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男女都一样 所以不要太早 被外在的怦然欺骗了 觉得我就是对她没有怦然 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给彼此 更多认识的机会 或许内在的怦然出来之后 你也会觉得很喜欢她 是 所以我真的也是觉得说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人 这样追求我们 或者喜欢我们 其实我们也可以 给对方多一些的机会 如果你发现 她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不要一刚开始就马上拒绝她 其实可以给她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双方可以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那今天光临老师 跟我们谈到了很多 当我们在面对 这个触动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 有一些实质上的方法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我们 不是只有停留在触动的感觉而已 还是能够更多的深入 更多的认识对方 以至于呢 我们就会了解到说 这个人真的是我自己期待的 那个样子吗 以及我是适合对方的人吗 就有更多的认识 那光临老师 可不可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也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 一些鼓励建议呢 就着你的经历 或是就着你的信仰 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我相信爱我们的上帝 创造我们的上帝 他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都找到好的关系 然后经营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呢 今天我们谈到怦然 就是外在的怦然 真的很重要 你绝对不要忽视它 但是内在的怦然 也很重要 那内在的怦然 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他能不能伟生个人成长 他的情感能不能敞开 他有没有好的自我形象 他有没有好的品格 如果这个人 他有这些特质 事实上我们会被他的内心 里面的生命吸引 那有那个内在的怦然 好 然后我特别要对我们 收音机前的男生说 圣经的话 他说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我们当然都很喜欢找 美丽漂亮外貌的女孩子 但是更重要的圣经 提醒我们的选择原则 财德的妇人 她的品格 个性 她愿不愿不断地成长 她是不是一个好的 帮助者支持者 才是我们选择这个对象 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谢谢光临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想对光临老师 说些话 或是有些问题呢 想要请教光临老师 我们很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们 或是呢 进入到 救恩之声的留言版 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或想法都可以 最后祝福你 喜乐 平安 祝福你的爱情 在上帝的保守当中呢 能够顺利走得圆满 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我愿不断顺利走得圆满 只心爱你 我愿付出一切 交换你真心 我愿守候在你身旁 不管风雨 不论世界改变 沧桑海与桑田 宁愿为你输掉这世界 生活独自拥有这一切 没有你 生命像草一般枯萎 一生错过 无法再回头 空留意恨 你白头 我不想再任意蹉跎 陪我走到世界的尽头 笑看生命潮起又潮落 刹那拥有 一世拥有